修补父子关系 这个父亲从厨房开始 孩子成长的过程 他因为工作太忙碌 没能陪在身边 结果儿子在叛逆期误入歧途 做爸爸的跟着跑警局 跑法院默默等待孩子回头 就怕都说什么 父子之间会越走越远 退休之后 他到儿子的餐厅帮忙切菜洗菜 希望能化解过去的心结和遗憾 下鲜香料以后 我们就要开始快炒 瞬间大火快炒 一次又一次翻动 不下几秒钟 又一道招牌芥兰牛肉起锅 刚开始到芥兰 已经开始在反绿的时候 就要关火了 这样吃起来脆度才会有 再炒下去就过头 每天台南直送的温体牛肉 在阿诚的厨房里 变出一道道美味料理 广东黑夜芥兰炒牛肉是局配外 改成酸白菜炒牛肉 更称出肉质鲜甜 它的酸白菜的酸度 配合牛肉的甜度 吃起来非常的下半 阿诚忙着炒锅 父亲则固着一大锅 牛肉蔬果高汤 番茄 高丽菜 萝卜 冻豆腐 淋上沸腾高汤 滚滚气流 带动食材香气 牛五花只需要在汤里 清酸个五秒钟 软嫩口感 就把客人的味蕾 牢牢绑架 我这个已经来第三次了 我是比较吃原味的人 你看我没有所有蘸醬什么都没有 我都吃原味 所以我叫它很鲜甜 牛肉一吃 蒜高汤原味外 还有两种吃法 阿诚的太太桌边服务 让大家都能确实尝到 台湾牛不凡的魅力 都是问题的牛肉 所以下锅不要太久 我们碗里面放姜丝 然后直接把肉放进来 那葱汤的时候 帮我加两次的汤 第一次五分 然后帮我拌一拌 花肉带一点油脂 所以麻烦帮我先喝汤再吃肉 香甜 它就喝得到姜的香味 喜欢创新 番茄 水梨 苹果 凤梨 一起打成的新果汁 让汤头的蔬果味浓郁破表 让我加个一瓢半 因为我本身汤头里面 已经有加蔬果了 所以加的果汁它会更清爽 它会喝到一点点的水果香 这汤头比较养神 女生会比较喜欢一点 有加蔬果味浓郁破表 很容易 一家三口一起经营的温体牛肉店 因为食材诚信 手艺纯熟 成了许多艺人收工回家后的厨房 甚至还是知名手机厂严选合作的餐厅 我们比较引以为傲的就是其实 就是我们对汤的品质要求 是我们的根本 对 现在坊间很多都是用汤粉 我也可以用汤粉 但是我觉得一个餐饮的良心 过意不去 是要加入大量的蔬果 这有多少的量 这个番茄大概熬这锅汤 大概要十斤的番茄 然后十斤的洋葱 还有我看 还有凤梨 两颗 两颗 对 如果说牛肉是主角的话 那汤绝对是灵魂 我们会把我们平常就是比较 切下来多余的肉头的部分 就把它丢在熬汤 不要浪费 那这样子的话 肉的甜味在锅里面 跟水果融合起来的味道 就会非常棒 用料不手软 对汤头极为讲究 几年累积下来的信用 其实经过千锤百炼 六十九年次的阿诚 国中毕业就跟着厨师学艺 但在厨房工作又热功时又长 看到许多朋友 轻易就赚到钱 单亲的他经不起诱惑 就脱离正轨 跟着过起街头打混日子 飙车 然后有的没有的 打架 糾纵闹事都有 跟我同年一定的 也因为这样子去世的也蛮多 那自己想一想 好像在浪费自己的人生吧 每天都很害怕 就是 就会不知道他今天是不是 有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在那时候 刚开始有手机的时候 就只要他不接电话 我就很生气 就是会有一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 的感觉 当兵前的两年时间 进出警察局十多次 接受过保护管束 当时高爸在台中担任国代助理 无法天天回台北 等到发现小孩学坏时 关心成了一次又一次的 陪他上法院 跟着出庭被法官训斥 那是不是有权大夫吗 没有 讲这话没有 我觉得 尤其一个人在叛逆局的时候 你绝对不能跟他唱完调 父亲默默陪在身边 再加上当时 还是女朋友的太太 始终不离不弃 给他从未有过的家的温暖 才让这位迷途羔羊 又走回正途 他很想要有一个安定的家 对 那就是在一起之后 我们没有多久就 我就去他家住 那他就会因为我的上课时间 或者是下班了 或者什么 他就会陪我在家 他就比较不会往外跑 当完兵结完婚后 像是洗了场三温暖 彻头彻尾的改变 为了养家 他从拾锅勺 在正大美食餐厅 开了小火锅店 几年后 想要挑战更高端食材 又钟情锅物料理 才选择来到新店 开启温体牛火锅料理店 专车专送的方式呢 他全车要打16度的冷气 送到我们这里 瘦肉他是吃甜度 花肉是吃甜度 汤头有别于台南 少了肉味 多了蔬果味 儿子有心要做 老爸全力相挺 没得一早 先到厨房报到 帮忙把菜都洗好切好 我爸没有拿过刀 没有做 没有拿过刀 没做过干一点 老板没有拿过刀 对啊 他就会来这里帮我们 OK 开始 对啊 高爸爸你是孝子 是不是 儿子两个家庭就 进来帮忙了 很感谢老爸 对啊 过去说不出口的爱 没尽到的责任 现在用行动表达 刀工因为儿子 慢慢磨出来 尽管切菜切得五根手指头 关节都痛了 还是开心地坐着 负责量能在各忙各的 一起为好食下功夫 你还有一个牛肉给外套 再翻炒 阿诚也因为客人鼓励支持 不断开发新菜色 起司牛肉塔 西风里飘着台湾魂 用生的牛肉下去煮呢 主要是不要让牛肉的熟程度 不太熟 那这些馅料呢 我也是尽量用台湾的食材 做出每次的味道 人家是用羊菇 我是用杏鲍菇 然后用番茄跟小黄瓜丁 然后加鲜奶油跟意大利香草 下去炒 一个个创意小点 有着用人香气 烘焙手法 融入鲜嫩牛肉 给人意想不到 咸咸甜甜 惊奇滋味 自然发酵的红麴 经过麻油炒过 降低燥热感 再拌入腥味 比牛角肉更低的酥角肉 养生红麴面线 大小通吃 好吃 饿饿了 好吃 好吃 店里熬上好几个钟头的高汤 是料理精髓 每一道菜都靠它画龙点睛 不厌其烦地捞去浮沫和残渣 像是掏空过去的荒唐岁月 现在责任更大 家也变得更有温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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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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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l